总统外清德在总统府内 为两位新科将军挂街 跟亲自畅明介绍 一改以往做法 总统分岳在总统府内 为新科将军授街 第一场就是从8月29号的 禁任授街典礼开始 由赖总统公开表彰 赞扬行进任将官过去的表现 但以往可是禁任上将的高阶将领 才能有幸在总统府让总统授街 为何出现这样的变革 国防部说这是为了表达 对国军重要干部加冕之意 才开始由总统主持将官 敬任授街典礼以示从容 今天的晋升象征者肯定和荣耀 我期许两位将军 承担起更重大的责任 为国家打造现代化国军 让这里战略一天比一天更坚实 截延后第一次 总统亲自为中将和授将授街 根据国军中将授将校尉及军官 及事关近人作业 过去为每年1月1号 7月1号各使时一次 战缺及等待时间长达半年 为提振士气及让权责相当 国防部在2020年修法 将原本半年一次等候期 改为每月一次 因此从9月开始 将官近任典礼首开先例 晋升典礼场地改到总统府内 赖清德展现新风格 未来不再会看到这种 将官集体晋升典礼的大场面 明示学员杨险吴俊德 台北报道 更多精彩新闻 请下载APP 订阅明示新闻网